145 星島日報 茶客跌銀包貪心雍協章急塗失掉6000元網月追輯 2015年7月9日港民A 12一餐茶失掉6000元 結他店東主在紅磡一酒樓飲茶,不慎跌調銀包 遭貪心老茶客實為不報 涉判老翁更被酒樓天眼拍下犯案過程 還急腳協章逃離現場 事主報警追查,並急於尋回失物 在網上圖民並謀呼籲網民協助追輯貪心阿伯 記者,鄺子軒陳永聰酒樓天眼直擊年老茶客實為不報 案中協助事主姓彭,楊名Rio 33歲 在觀塘區一個工廈單位經營結他店 Rio表示,前日中午他大同兒子到碼頭圍到一家酒樓 與朋友及人稱梁哥的著名日本料理店 嚴家太賀股東許二娘回眠飲茶 期間,他放在庫袋的銀包不慎跌在地上 起初猛然不知,約一小時後準備離開 才發現銀包不易而非,騙沉不獲 誰通知酒樓職員? 他說,梁哥與酒樓職員想熟 於是協助翻茶閉路電視畫面 發現獨自坐在其背後另一滴年老茶客 以看見其銀包跌在地上 掩餘地上撿到寶 即時蹲低身把銀包拾起 然後返回座位 小小藏起銀包 無膠環級民主 攝拾為不報 未忌,該老茶客更不動聲色地急救到櫃台結帳離去 全程被天眼拍下 全程被天眼拍下他看過片段後 認為證據確鑿 於是報警 經點算證實損失約六千元現金 信用家 八達通卡 證件和全有照片的記憶家 警員到場檢走天眼畫面調查 有手茶酒樓廁所和垃圾桶 但仍未能尋回莊物或銀包殘骸 案件列作道士處理 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追緝該名年約六十至七十歲老雍歸案 這裏稱希望盡快尋回失物 故把偉失的八達通卡號碼告知警員 但他指警員緊即場向其簡單錄取口供 確無邀請他回警署詳細作查 未知警方會否積極跟進 令他大為佛囂 於是將事件及有關片段放上社交網 盼其他網民易作出貪心阿伯 天眼隻擊掌銀包過程 掌釘事主 左一 與家太賀股東許二娘喝茶 後面另一滴年老茶客而發現 跌在地上銀包 虎視丹丹 互聯網離座年老茶客離座走向事主背後 十錢彎新檢十銀包圓圈市 離場匆匆極將離去 小明星 兩三 二 三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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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